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2年谈从中国申请美国绿卡 我们在这里就是对于这方面的重要的信息 流程等等做一些更新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 看到我们律所的视频、文章、信息 包括从中国看到 然后联系我们 问到各种常见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总结和更新一下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各种原因 还是有很多人在中国有兴趣办理美国的绿卡 但是因为有的人他从来没有到过美国 或者没有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居住 所以这个办绿卡 他们的考虑 包括因为有的人目前工作还在中国 家人也都在中国等等 他的考虑和在美国的留学生 访问学者等等略有区别 所以在这里我们这方面强调一下 解释一下 说明一下这样的流程信息 另外也有一些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他比如是商业类的 艺术类的 演艺类的 体育类的 这方面的人才 而不仅仅是理工科的 比如说科研人员 专业人士 医生 工程师等等 那像他们的这个办理绿卡 相应的需要有一些不同的侧重点 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 那另一方面 美国绿卡政策 大家也看到 出现了不少变化 有好的 当然也有不那么理想的 比如说 一比五投资移民 大家知道 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停摆了很长时间 超过半年 那么现在 说是要恢复 还没有正式恢复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大家知道 你从中国办一比五投资移民 要等好久 所以有的人 现在可能就不愿意办了 或者包括办到一半 就想放弃 改办别的 那么相应的 原来在中国 这个办理投资移民的中介 公司等等 现在往往也改为 推广其他类型的申请 这个本身当然是正常的 但是有的时候 他们原来做的某一方面 并不见得熟悉 他们新推出的这些项目 那我们律所 在比如说 一比万杰出人才 NIW国家利益豁免等等方面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十几年的专业经验 为好几千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 以及其他的各类的人 人才取得了绿卡批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再总结一下 来给大家提供最新的信息 那么大家知道呢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 每年新发出 大概有100万张左右的绿卡 那么这些呢 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 取得美国绿卡的渠道 但是最主要的两个 一般也是我们的主要的业务 就是一个是亲属移民 另一个是职业移民 要办亲属移民呢 那你需要有一般是直系亲属在美国 要么是父母或者子女 成年子女 或者说配偶 或者呢 是你的兄弟姐妹是美国公民 这样呢 就有可能办亲属移民 当然有的是不需要等排期 办起来比较快的 比如如果你的配偶是美国公民 或者有绿卡 这样就比较快 或者你的成年子女是美国公民 这样也比较快 那其他类型的呢 往往需要等排期 有的呢 像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要等很长时间的排期 这个呢 是亲属移民 除了亲属移民呢 还有职业移民 大家知道呢 在现在这个财政年度 美国政府为了更多的吸引人才 把职业移民的名额增加了一倍 平常年份是14万名额 现在呢 是28万 所以相应的呢 这个对职业移民当然是有利的 然后也更容易获得审批 那么等待时间也有望更短一些 那么我们律所做职业移民呢 数量比较多 像前面提到过去十几年里 我们帮助数千位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 人才取得了职业移民的批准 职业移民里面呢 又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 是雇主支持的 另一类是自己申请的 那么对于身在中国的申请人 要先取得美国的公司 美国的雇主支持 当然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容易 所以呢 大多数人选择自主申请 那么前面提到呢 1B5投资移民 从大的类别上呢 也可以算职业移民的一种 但是想办投资移民的人都知道 这里面还有各种其他的问题 是吧 我们就不多讨论了 因为至少呢 比如说要等很久 有不确定性等等 那么所以呢 很多中介呀 公司呀 推广的 以及呢 好多人感兴趣的呢 也就是自主申请的 1B1 杰出人才类型的移民 还有呢 NIW 国家利益豁免 这样类型的移民 但我们西卫名律师事务所呢 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以及专业水平 我自己是通过NIW 国家利益豁免 在很多年前取得美国旅卡的 我们律所的多位同事 有通过EB1A 杰出人才 这样的申请方式 取得美国旅卡 有这个亲身经历 当然我们律所的其他的同事呢 也有通过雇主支持的Perm申请取得绿卡的 也有通过亲属移民 或者是作为副申请人配偶 取得绿卡的 这些也都有 那么 另外呢 我和我的同事们 我们有中国和美国名校的学位 有理工科的博士学位 和多年的科研经验 前面说过 有我们自己取得绿卡的亲身经历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们在经验和资质方面 我们自己认为 超过绝大多数 这个领域的 其他的律所和中介 那对于 刚刚介入这个领域的 其他的一些公司来说 那就更是没得相比了 那么 这个是背景的 这方面的情况 那很多人感兴趣的呢 还有一些基本信息 比如说 我现在办绿卡 什么时候能拿到啊 然后要多少钱啊 能不能带上我的家人啊 然后 绿卡的这个基本的流程 步骤是怎样的呀 分成几步啊 等等 像这些呢 你可以参考 我们的其他的YouTube视频 我们律所的微信公众号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还有呢 我们在美国攻略 这个网站上面的文章专栏 这个需要翻墙 那么这下面呢 介绍了很多 刚才提到的这些基本信息啊 这个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逐一重复 那在这里呢 主要解决的 介绍的是一个关键问题 比如说有的人说 那我听说啊 一比万杰出人才 或者NIW 国家利益豁免 绿卡很好 我是否符合条件啊 我怎么才能知道 我是否能够批准啊 那我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啊 信息啊 对吧 这些方面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重点介绍一下这些 那这类的呢 都是人才移民 对吧 那美国作为移民国家 他希望吸收全世界的人才 那你需要证明你是一个人才啊 那怎么证明呢 你需要有书面证据 客观证据啊 那比如说呢 我们有很多客户是商业类的人才 包括呢 有金融的投资收藏啊 也有这个咨询啊 或者是其他这个市场营销啊 还有呢 这个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管理啊 还有这个国际贸易啊 等等啊 所以各方面的这个商业人才 那么商业人士呢 你怎么证明你符合这项 这个杰出人才 或者国家利益豁免的条件呢 那比如说媒体报道很重要 不光是媒体报道 这一项本身 另外你其他的成就 比如说获奖啊 杰出组织的成员 然后评判他人工作 在本领域的贡献 担任重要职位 这些呢 也都可以通过这个媒体报道 来取得支持 作为证据 当然除了媒体报道以外啊 这个业内人士的推荐信 也可以起的帮助 还有什么呢 呃 比如说你提供的其他书面证据 比如说有人来邀请你评判他人工作 作为评委 或者啊 这个签订的合同 或者公司内部的宣传材料 组织架构图等等 证明你担任重要职位啊 或者对本领域的贡献啊 等等 那么其他的呢 这些都可以 一定程度上呢 有一些类似在中国评定政协委员身份啊 就是说呢 你在本领域有相当的成果贡献啊 要有书面的证据 不能光口说 那么这个是商业类的 对于艺术类 演艺类 体育类 也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的客户也要来自中国的运动员 教练啊 这个歌唱家 画家 呃 电影的这个化妆师 或者啊 这个歌手 鼓手啊 啊 等等 还有这个 像这些多方面的这个艺术类 演艺类体育类的人才啊 那么也可以应用这样的书面证据 那么更多的申请人呢 有可能还是 呃 学术类的人才 不仅仅是理工类的 也有文科类的 我们也有这样的客户啊 那这个 这样的学术类的人才 专业人士 那比如包括教授 科研人员 啊 医生 工程师 或者IT类的专业人士 那他们怎么证明 自己在这个领域的成果呢 这个一定程度上呢 和平定职称 有相似的地方啊 那你需要提供 这个比如说 个人的专业论文 发表的记录啊 这个论文的copy 被引用的记录啊 然后呢 为期刊或者会议审稿的经历 其他的呢 也有比如说基金啊 获奖啊 别的担任评委啊 然后担任重要职位啊 尤其是在本领域的创新 等等啊 所以呢 这些都可以证明 对本领域的贡献 那么这以上呢 是关于EB1A和NIW 绿卡的 重要的资质啊 这样的 这个这方面的要求 那如果说 你想要了解 自己是否符合条件 你可以给我们律所 发Email 然后呢 我们的收到以后呢 会为你提供免费的评估 以及免费发送给你更多的 这方面的详细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文章和视频的目录 等等啊 然后呢 还有我们写的文章 解答更多常见的问题 那么上面呢 是内容 关于形式和流程方面 那这里简单说一下 大家知道呢 绿卡申请一般是分成两步 第一步呢 对于职业移民来说呢 叫I140 是关键步 就看个人的资质 第二步呢 如果人在中国 要在广邻馆办移民签证 如果人在美国 可以提交I485 这个呢 主要是背景调查 那么一人提出这个申请呢 可以全家移民 可以带上配偶和孩子 至于费用呢 这个因人而异 要看你个人的背景 个人申请哪一类型 以及个人的资质等等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在了解了 你的背景情况以后 会相应的提出报价 以及详细的建议 那么关于时间线方面呢 目前来说 如果说你通过EB1 结出人才 办绿卡 不管人在中国 还是美国 一切顺利的话呢 从开始 大概可以一年左右 拿到美国绿卡 如果是通过NIW呢 大概四年左右可以拿到绿卡 当然你也可以两个都办 这样呢 两方面的好处都得到 总体来说 大家知道呢 现在美国的民主党政府 拜登政府呢 应该说 在移民政策方面 比以前的川普政府要宽松 我们看到呢 民额增加了 而且呢 这个各种政策 也比原来更加灵活 更有利于吸引移民 这个呢 在加拿大 以及其他移民国家 也有类似的趋势 所以呢 虽然说 过去叫这个全球化吧 这个词呢 现在的含义 可能和以前有一些不同了 但是对于人才来说呢 全球的流动 仍然是可行的 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心动不如行动 如果说啊 你有想办理 美国移民绿卡的 这个想法 为自己 为家人 那么可以 了解我们的 更多的 这方面的视频文章 然后呢 联系我们 好 谢谢